听故事,品历史 这里是历史映像机 我是宁哥 稍微对中国古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每当一个新王朝建立起来后 都会大肆美化自己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新王朝会重新编写前一个王朝的官方史书 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 篡改很多真实的历史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它建立后也重新编写了名史 史书记载 满清对名史的编修 从顺治二年就开始了 一直到乾隆四年才最终定稿 前后历史长达94年 因此有专家表示 名史是中国历史上 篡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方修订的史书 好时如此之久 顺治、康熙和乾隆桑芸皇帝 多次对史官做出指示 甚至亲自审阅 同时对各种名史原始史料 进行了销毁和篡改 剑桥中国史 是这样评价清朝编修的名史 作为一种资料 这一部官修史书最严重的不利在于 在很大程度上 再替它的名史原始资料 尽管有所遗失 许多仍然存在 可见 外国人也发现了清朝 篡改真实历史历史的现象 事实上 清朝在编修名史时 有时候也会出现 画蛇添足的现象 这一部族谱就暴露了清朝篡改名史 这一部族谱就是福建 团安县的张氏族谱 里面记载了 明朝成化年间 太监张敏的生平 和里面描述的内容 与清朝编修的名史 相差十万八千里 名史中 对张敏的记载是这样的 敏据 一吞金死 敏同安人 话说明献宗朱建申 娶了大自己十七岁的万贵妃后 万贵妃嗜宠而骄 夜庭欲姓有身 饮药 伤夺者无数 孝宗之声 顶寸许无法 过曰药所中也 既淑妃之死 实妃为之 明孝宗都差点死于万贵妃之手 多亏张敏舍命保护 甚至上演了黎猫幻太子 最终张敏被迫自杀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 很遗憾 这是清朝篡改的结果 太监张敏没有吞金而死 他是病死的 张氏租户里记载得很清楚 张敏是死于成化二十一年 一四八五年 并不是明史中所说的成化十一年 无独有偶 同安县制和金门县制中还记载到 成化二十一年 敏吉 立遣太一诊世 另外 从明朝自己编修的明献宗实录 和明孝宗实录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大漏洞 就里面没有提到万贵妃 大肆迫害黄寺的事情 这两部史书 在提到明孝宗生母的死因时 都用了这样一句话 以及逊于西宫 而明孝宗继位后 也没有对万贵妃家族 进行任何责任对咎 因此 我们可以断言 清朝在编修明史时 确实篡改了很多内容 而且对明朝皇帝进行了抹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